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夫妇应当彼此相爱 彼此顺服 就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一样 这是在婚姻里面的圣约 以夫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 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习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今天我们来读 以佛所书五章 二十二到三三节 这段经文 只要参加过教会婚礼的人 或多或少都会 不只是用这些文字 或者是用这文字的内涵 所重新编转起来的 起印的话 我们这或多或少都会听过 今天我们再次来读它 也让我们来体会 使鲁保罗在讲这段话语的时候 他说他是指着基督爱教会 这件事情来说的 各位姐妹 使鲁保罗讲基督爱教会 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 是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我们知道 使鲁保罗是独生的人 上帝给他独生的恩赐 不管怎么样 保罗在这服事的当中 也会面对许多夫妇的问题 你想 我们自己在面对 其他人的问题的时候 假如你是一个单身的人 你跟人来谈婚姻的问题 或者婚姻的见解的时候 你难道不会碰到这句话吗 他们会跟你说 你没有结婚 你不知道婚姻是怎么一回事 各位姐妹 我们看 保罗独生 他能够在 哥林多前书里面谈爱的真理 他也能够在今天 这段经文里面 很深刻的来谈 婚姻这件事情 特别是 婚姻表明了神的圣约 也就是基督爱教会 所以 其实 当你的灵里面 有基督 当圣灵 充满你的时候 其实 不管 那是什么样的问题 透过圣灵 祂能够指教你 祂能够来表明 在这当中 神的心意所在 而且神的话 是带有能力的 当你能够 将神的心意 清楚地来表明出来 即便像使徒保罗 这样守独生的人 他都能够很深刻地 来谈 夫妇相处 知道 首先的 使徒保罗说 夫妻之间 应当彼此相爱 彼此顺服 而这上面 其实就是 表明了 一个圣约 就好像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基督顺服于神 而基督也爱教会 在这样的一个 关联的当中 我们可以来体会 使徒保罗是如何来表明 如何来陈述这件事情 有姐妹 以佛所书 保罗从开头的 谈到教会的建造 开始谈到了 犹太人跟外邦人 如何在基督里面 能够成为一体 这样的一个奥秘 然后谈到 今天 夫妇 也就是男女 在婚姻里面 成为一体 这样的一路谈下来 我们可以来体会 保罗是 有一定的力度和张力 这就好比一个乐章一样 到这里进入了一个高潮 在这样的高潮里面 正是使徒保罗 他生命里面没有的经历 但是在圣灵里面 却完全呈现出来的内涵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上帝在男女的婚约上面 有他特别的旨意和心意 要让我们的生命 得以能够活出 而且活在 他的美满与丰盛里 刚刚提到了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使徒保罗也是从这里来出发 谈夫妻相处之道 也就是说 丈夫当爱妻子 妻子也当顺服丈夫 当然在这当中 他们要彼此相爱 彼此顺服 彼此为对方来舍己 这样的一份爱是无私的 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是一个完全的奉献 而在夫妻之间的爱 它不只是一种情感上的表现 也是一种无私的奉献 丈夫为妻子来着想 而妻子也为丈夫 无比的来牺牲自己 这事实上是 从起初神 设立婚姻来 我们所追求的一个 最高的标准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 特别来谈 保罗 他说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这是因为 他顺服于神 在这当中 其实 保罗特别体会到 这份父神 与他爱子之间的关联 以及基督 与教会之间的关联 是有一个圣洁的关联 在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关联当中 使徒保罗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 基督用水和道来洗净了教会 也就是说 在夫妻的关系里面 也应当有这样的清洁和圣洁 也就是说 在彼此这样的一个关联的当中 是能够带来彼此的洁净 除去 不洁 使彼此能够成为更好的人 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洁净 也是心灵的洁净 而且是在爱里面 互相帮助对方成为圣洁的过程 第二个 保罗特别谈到 当夫妻如此 来彼此相处的时候 两人就成为一体了 这是一个神圣的奇迹 两个人成为一体 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成为一体 这里面何等的奇妙 所以 保罗在这里用创世纪的这样的话 来强调 夫妻是两个人成为一体 不仅 这不仅是一种 用现在来话说是社会契约 而是神所赐的神圣地结 在这样的地结当中 我们应当联合起来 如坚如磐石 不可轻易地来分开 这样的一体关系 是神所配合 神所赐的 夫妇应当珍惜 而且保护这份神圣的合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你告诉我们 在这当中 主啊 主啊 夫妻是可以彼此相爱 是应当在这当中看到 丈夫爱妻子 妻子要敬重丈夫 在这样关联里面 你让我们真体会到 什么叫真正的彼此尊重 和彼此珍惜 恳求你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 神圣的地结合一 关联里面 我们能够 因着夫妻的这份爱和圣福 更能够体会到 基督对教会的爱与舍己 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 能够真正落实 这样彼此相爱 顺服彼此的道理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家庭 在我们所接触到的 各样的人群关联里面 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圣名 我们将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圣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